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纯靠用手摸分辨出真假车牌 看起来真的都一样 假的 结束 总共用时是1分23秒 现在路上应该都没有套牌车了 吓死 那套牌车一模一个准 很多网友纷纷都私信我 要跟我学习这项独门秘技 说一旦掌握了你这项独门秘技的话 我们在打麻将的时候 把把都能糊 在上一次我们一战到底节目播出之后 我也获得了我们公安部 全国十家交警主持人的称号 现在我的工作更多地从事于 公安交通安全宣传 和公安交通安全教育这方面 能让平安出行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次来我也是带着宣传任务来的 什么任务 对啊 最近我们全国交警都在推网一项活动 叫做一窥一袋 戴头盔嘛 骑摩托车一定要戴 戴头盔还有安全带 说到安全头盔 一度他戴口罩之后 成为了断货王 可以说是一窥难求 是 但是呢 我们拥有了安全头盔之后啊 如何佩戴 然后又如何使用 如何确定我们的头盔是否合格 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疑惑 对 今天呢 我准备通过几个小实验 来解答大家心中的疑惑 好啊 来 安全铺法 有 俩窥来了 今天给大家做的第一个实验呢 是头盔的保护性 大家看啊 我们这个头盔里有一个西瓜 这西瓜就是我们的头啊 如果说的话 我们把西瓜自由落体 砸在我们的舞台上 大家结果可能都不用说了吧 对 但是呢 把我们的西瓜 戴上我们的安全头盔之后 在自由落体之后 它是什么样呢 现在我就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 好 没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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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头盔的保护下 我们的头没事儿 可以是完好无损的 接下来呢 我们有了头盔之后 如何判别我们的头盔 是否为合格产品呢 首先我们观察的外观 这个粉色的头盔啊 看上去不是那么的好 会挤压会有变形 哦 而这个白色的呢 会非常的结实 对 厚实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可以看它的盔衬 里面有一个非常厚的海绵 盔衬 但是我们的这个粉色头盔呢 里面 这两个头盔的话 其实它们两个的保护性 是差很多的 我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这什么事儿是没有啊 接下来我们试验一下这个劣质头盔 有了 感觉自己头皮震了一下呢 大死了 我也是头下疼不起来 所以不要涂便宜 质量太差了吧 这样 让这种工厂制造这种头盔的 就应该来 要关掉 要取缔啊 对 谢谢 谢谢我们的余独瑶 刚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头盔安全知识 所以说我们选择头盔 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厂家